那Photocab的部分呢 在縮圖頁其實也是很不錯的喔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都是一張一張的照片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 還蠻喜歡就是 組合起來的 你把重點弄出來就好 所以他在上面 這裡 有一個叫做縮圖頁 那當然你如果要做大頭照也在上面 在上面 好我就按縮圖頁 我們就按新的編輯就可以了 上面這裡有一個新的編輯 進來之後呢 那你可以自己來這邊選擇 這個檔案我不用存 你可以選擇你要幾種 有沒有 換一個多幾款 怎麼組成的 都可以 有很多預設的形狀讓你去選擇 如果你不要 也沒關係也可以自訂 自己決定幾個 那他就像我們那個Word的表格一樣 你可以自己合併分割 好可以去合併分割 那我們這裡呢 假設 我先用比較單純一點的 4格的就好了 這樣 4格的 好 這個是4乘6的 沒關係 好按OK 4格 所以你只要把照片丟進來就 該關了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變成一張 那麼 這邊可能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哇 這一張照片 卡在中間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縮小 或者像這一張 我可以把它稍微 變大一點點 扔這樣就比較大顆 你可以針對每一張再去幫它調整一下 再幫它調整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OK一點 這個也是一樣 你可以去做調整 好了之後你就直接 把它輸出 但是他很聰明 他要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他有發現喔 哇 這個 解析度 輕微不足 這一張更慘 嚴重不足 因為怎麼樣 太小張了 我們剛剛選的範本是要洗成多少 4乘6的 是不是差不多要300萬像素對不對 這個 可能就不行 那所以 你在用的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確定真的沒關係的 你就按 我知道的 還是輸出 這樣他還是讓你做輸出的動作 只是會幫你做一個提醒 會 比較知道 而且你注意到 他下面這邊喔 你看 下面這邊 如果你有用的照片 他很貼心的會在這邊告訴你 已經用了 你就不會再重複抓 有沒有 這幾個 有用的 他都會有一個提醒 你就不會再重複抓到一樣的照片 這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真的還不錯 當然你可以再加上一些文字的說明 在右手邊這裡 有一些他的文字的物件啊 或者是一些他插圖的 你都可以從右手邊這邊再加入 都是一樣的 OK OK 事實上說圖頁也可以存成範本 你如果自己設計好之後 我也可以自己存成範本 那下次呢就繼續套用 下次就繼續套用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我就不用存了 OK 這樣講過之後應該 大家在這個 這個部分應該就 沒有太多問題了吧 我們就說 沒有太多問題了 我們就算了 但是我們走 我們在一起 說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